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的生活 这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期待一个幸福的家庭 幸福的夫妻生活 幸福的亲子的家庭 我相信我们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因为上帝是听祷告的 上帝也帮助我们去完成 首先了解一下婚姻的重要性 上帝说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说 那人妒忌不好 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今天上帝要我们就是结婚的 圣经历是要我们结婚的 除非我们有这个首度生或当神的恩赐 不然的话大多数人都是应该要结婚的 阿们 所以那人妒忌不好 因为神要把配偶帮助他去做成他的工作 然后我们旧的婚姻观是很简单 就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 所以今天我们在组织婚姻当中呢 绝对不是有两个男两个女 或是我是一男多女 或是一女多男 不是多夫妻 也不是帮途我们去下次 帮途就离婚的这个婚姻生活 所以是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家庭的这个婚姻的基础 所以上帝到了我们之后呢 就赐福给我们众慕姻呢 创世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说呢 他赐福给我们是要 第一 圣养众多 第二 要治理这地 管理 万物 这是三件事情我们要去做的 圣养众多 第一 治理这地 第三 管理 万物 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呢 上帝给我们这一个恩典这个结设 就是要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 在这个呢 新闻报导里面呢 在201年9月15号 他说呢 我国7年爆发冠病疫情呢 以来全国有7万8千宗的离婚案件 根据的2019年大马统计呢 数据显示呢 国内结婚率下跌1.2% 当时离婚率却增呢 12% 意思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2个人会呢 因着这些数据的缘故呢 会离婚 然后在另外一个报导当中 在这个2020年9月4号呢 他说美国的离婚率 是很高的 是53%以上 所以有一半以上的婚姻都是以离婚而告终 那么离婚率呢 超过50%呢 国家 还有荷兰呢 俄罗斯呢 法国呢 古巴呢 西班牙呢 还有这个匈牙利呢 葡萄牙呢 比利时呢 等等 那个比利时是整个世界排名第一的 将近有71%以上的 婚姻都会呢 以离婚来告终 这个就是一个 情况 亚洲情况又怎样子呢 亚洲离婚率呀 台湾排名第一哦 韩国就是呢 占了30%以上 所以为什么会离婚呢 所以这个就是婚姻的挑战 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 可能沟通不良 钱财管理不当 性生活呢 不卸调 这三个主要原因 所以当人际关系不合的时候 这个格性不合的时候呢 沟通不良的时候就产生很多一些的 纠纷 那导致了婚姻的这个的破裂 钱财管理不当称债呢 还是一些的钱财的一些问题 产生很多 家庭的一些纷争 加上就是呢 可能就是因为性生活不卸调 或者满足对方的性的需要 这个也是一个 原因之一 然后还有其他原因 包括呢 有外衣呀 家暴呢 婆媳的关系呢 买房买物资呢 孩子的教育问题 这些都是可能造成了 离婚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从呢 正义书看 幸福的婚姻生活是怎样子的呢 所以正书给我们很多智慧的一些的 原则 帮助我们如何过了一个呢 带人处事的一个呢 方法 然后当中又谈到很多光复呢 如何 抗重婚姻的生活 所以正书第2章到7章里面呢 是讲到 父亲呢 对儿子的长篇的一个 倩解 告诀 叫孩子们如何呢 遵守父亲的教导呢 他们就迈向 一个幸福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呢第5章第6章里面 也特别谈到关于性的问题 然后呢 工作问题 这些父亲特别强调 要告诉孩子们要逃避呢 一切色情的优惑 所以在正书2章16节到19节 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光复呢 引着起呢 一些的淫乱的事情 所以今天早上呢 我要从这个正书第5章1到23节 和正书第31章第10到29节 来探讨 婚姻生活 及夫妻相处之道 我相信通过的分享当中呢 卖上一个呢 健康 一个呢 蒙夫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呢 看这个段经文 正书第5章1到23节说呢 我要 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听我说 聪明的 言词 我要使你谨守谋略 嘴唇呢 保存呢 吃事 因为淫乎的 嘴呢 地下 蜂蜜 它的口比油更滑 之中呢 去苦事 阴沉 快如两刃的刀 他的脚下如死地 他脚步搭住阴间 以致呢 他找不着生命平躺的道 他的路呢 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种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呢 要离他远不可 究竟 他的房门 恐怕将你的纵容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给常人的人 恐怕 外人满得你的力量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了外人的家 终究呢 你疲漏和身体 硝毁 你就悲烫说 我怎么恨恶 殉悔 心中 藐视责备 也不听 从我师父的话 又不吃饿 听 那教信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呢 几乎落在 诸 邦二中 你要 喝自己 池中的水 饮自己 井里的活水 你的泉源 七个藏意呢在外 你的河水 七个留在街上 维度 归你一人不可依 外人 同用 要是你的 全员 蒙福 要喜业 你幼年所起的 七 他如果可爱的 游路 可喜的 母路 厌他的雄怀呢 使你实时支柱 他的爱情使你藏着念慕 而 你为何念慕呢 淫妇 为何抱歪你的雄怀 因为人所行的道 都在耶和华眼前 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 作重 他被自己的罪恶呢 神说 长牢 他说 他因不受信鬼呢 就必死亡 又因一昧过神呢 必走差了路 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的原则 光夫呢 夫妻知道 如何相处 今天早上呢我要从上旁边来看 光夫呢如何建立一个 幸福的婚姻生活 我们看到呢 这个幸福的婚姻生活是可以 达到的 所以我们先看正经书第五章里面 基本上分成两个段落 第1个段落 讲到1到14节 第2个段落 15到23节 第1段落呢 说的是 房闭的淫妇 第2段落说呢 是广与呢 要忠于 配偶 前半段呢 是比较负面的 劝结 后半部呢 是比较正面的教诲 都是要求我们要忠于婚姻 忠于我们的配偶 由于是父亲牵着儿子 所以呢 以男性为对象 这些话 对男人说的 要警告我们 远离一切的凶恶 远离一切的迷惑 和优惑 谈到负面的欠结呢 男性要防凤凤呢 在外呢 脏花折潮 谈到正面的教训呢 丈夫要呢 需要 忠于自己的妻子 这个是呢 父亲对儿子的一个欠结 今天在男女之间呢 都是平等的 做到经文是适应 无论是男 婚礼的 都一样的重要 从第1节到第2节 你们看到呢 父亲要求儿子要留意 智慧 失事 警守 洁命 等等的课题 从第3节开始呢 开宗民意呢 教训儿子必须防放 淫妇 此处不管他们在外表有多大的吸引力 甚至 嘴笛下 蜂蜜呢 但最终还是会将人带入苦境 苦事 阴沉 并陷入了死地 一生的路呢 都不会平坦的 所以呢 让我们婚姻不允许 第3者破坏我们家庭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外的诱惑 或隐入隐呢 必须呢 培养我们个人的忠诚和责任心 所以有人说呢 对于婚外情呢 男人要付起呢 付上 80%的责任 因为出轨的都是男人 所以当然你的有出轨 主要是男人出轨 所以呢 我们仅要 我们忠于婚姻 就算有再强劲的 淫妇 的试探或诱惑呢 也不会影响我们 因为我们懂得 忠于 我们的婚姻生活 所以忠于这个 就是我们 忠中的这个婚姻 是我们每一个弟兄们 要抵御的这个试探 又获了一个 很重要的法宝 在希伯拉书第13章第10节说呢 婚姻 人人都当呢 尊重 床也不可误会 因为 苟和行人的人呢 神 必要 审判 所以今天要好重重我们的婚姻生活 难也说说不清 这是我们华人常常 提醒我们的 关系的 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之间必须要保持 与异性的有一个基礼 免得我们犯罪 所以家庭是用爱来付 互相扶持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到呢 第二件事情的如何建立一个呢 健康的一个呢 幸福的 婚姻生活 我们要看家庭必须建立的关系上 避免的争论 以何 为贵 我在说呢 家庭幸福是因为呢 很少找吵架 避免争论 以何 为贵 家庭是用来互相扶持的地方 是共享温暖 安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宫殿 一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呢 我们要常来 彼此学习呢 和睦相处 彼此包容 因为一切的关系呢 都必须建立在这个 爱的基础上 无论夫妻 无论是亲子关系 都是以爱成为 动力 爱成为一个呢 推动力 成为一个呢 我们的 彼此建立关系的基础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让我们透过这个分享当中提醒我们 让我们要好好的家庭里面避免很多争吵的事情 经文书第十九章第十三节说呢 愚昧的儿子 是父亲的护患 妻子的争吵如以呢 连连 敌漏 所以 如果我们家里常常都吵架 好像屋子漏水一样 没人希望 希望下一个时候那你家是漏水的 那 你们就很难去生活了 同样 家里面不要有漏水就不要吵架的意思 正经书第二十五章二十四节说呢 宁可住在 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 争吵的夫人同住 所以今天我们宁可住了一个小角落 好过我们住了一个 非常广大的一个房屋里面 常跟一个 跟妇人跟老婆常跟吵架 在一起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今天 让我们从经文当中 我们要协会避免争论 以何为贵 同样在 经文书二十七章 第十五节 和第十六节说呢 大乙子下代的时候呢 连连 敌漏 和侦察的妇人一样 想郎主她呢 并是 狼主风 然后也是右手作油 那也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尽量避免吵架在家里面 所以家庭就会幸福 我结婚已经将近二十 六年了 所以 我跟太太呢 在结婚之后呢 很少很少吵架 虽然意见不一样 但是我们尽量有何为贵 常常呢 彼此分享 就彼此呢 血气包容接纳 这样子我们就避免很多争吵 所以我们家庭就会幸福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一般的人会这样讲 你能嫁了 看 你能嫁人 你能嫁给 那些男人的话呢 是看他的身份 地位 外貌和群才 男人娶老婆的话呢 也是看他的 美貌 或是邪问 但是我们今天要问 我们是否能向上帝祈求呢 敬钱的丈夫 或是求上帝给我们呢 慧贤的 贤贵的妻子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姐妹 在圣经书第十九章十四节说呢 房屋呢 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 唯有呢 贤贵的妻子呢 是 耶和华所赐的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有很多 遗产 房屋钱财 这也是因为努力而来的 但是唯有呢 贤贵的妻子是上帝 所祝福的 盼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老婆 好的家庭 Amen 感谢神 我们看到 那所罗门王 他一生有一个很孽大的一个遗憾 什么遗憾呢 就是一生当中他起了很多的妻子 将近一千位的这一个呢 兵妃 非兵 他们常常都因着这些问题常常吵架 机械不灵 这个就是一个呢 所罗门王 往年的时候呢所面对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透过这个婚姻里面呢 要抗中我们家庭 避免吵架 我们要学习如何沟通 所以沟通里面呢有三样方面要注意的就是呢 懂得用语言语表达 懂得呢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达 不要贬低人 不要看不起人讲一些 比较消极的语言语 比较一些 贬低的一些的话语 免得人家受伤 还有然后讲话也比如说声调 高音 低音都很重要 不要以高音来讲话 以比较背的声音讲话 人家听的就比较舒服 你看所以主播 男人主播都用背的声音 比较不会那么吵 不会高音 刺耳 而且听得很舒服 所以这是一个原则 还有更重要的是 身体语言语 我们身体语言语 body language 是呢 非语言语的部分 如果表达你的脸部表情 你的这个手 身体的仪态都是表达你的一些的 心中的话 所以你看到语言语占了7% 语调呢占了38%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语 身体语言语 所以沟通方面呢 必须透我们的身体语言表达你的这个呢 触摸 你的拥抱 你的握手 你这个眼神 你的表情都是呢 告诉我们 你心中的话 好的沟通呢 这种的路华记 光是你的配偶 更好方法 跟 你的配偶能够 相处的好 阿们 感谢神 所以呢 相亲相爱 共处 和这个呢 家和妄事性 才是我们建立一个呢 幸福家庭的上策 和智慧 盼望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呢 懂得建立一个 好的关系 避免争论呢 以何 为贵 第三方面呢我们如何看到 家庭能够幸福起来呢 就是要建立一个形象健康 品德高尚的这个家庭 的生活 所以正恩书第31章第10到29节 我们看到讲到一个贤惠的妻子 她的表现 在财德 在勤劳 她能够治理家庭 给家庭带来一个很多的幸福和快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里面因为有一个太太 她懂得呢在品德上 在工作上 在料理家庭上呢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所以难怪正恩书呢 有上11章 她确实提到这个女人 这个贤德的女人呢 作为这个整本书的结束 所以这个是叫智慧 她强调了这个女人是一个 品格很坚强 有高度的智慧 多才多义 而且富有同情心 并蒙上帝呢 祝福的一个女人 这是难得的一个 一个好好的一个榜样 姐弟兄姐妹如果看到一个家庭里面呢 有太太是那么呢 有这个高尚的品格 而且有好的形象的话呢 我们看到家庭一定很幸福 Amen 感谢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幸福呢 是源自于呢 我们敬畏上帝 远离二世 而有了真正的成果 我们相信今天透过这个分享当中呢 让我们提升我们这个呢 自我形象 让我们要健康 让我们品德要高尚 这样子呢 我们就带来幸福给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 太太 妻子呢 帮你一个非常非常 重要的这个原则 这时候呢我要分享 关于 婚礼幸福里面呢 看到呢我们有五个一个原则 我们要去 去思考的 去 理行的 去自行的 首先我们看到呢 一个家庭的幸福 婚礼幸福 跟这个品的价值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神明品德的价值 我们看正经书第11章 22节讲说 父女 美貌 而无见识 如同金黄 戴在 诸壁上 这个很好的笔 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但是却没有见识 没有智慧 却做了很多愚穷的事情 好像你把这个 贵重的金黄 戴在那个诸的壁纸上 诸不懂得珍惜 这些金黄那么就很可惜 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经书 提醒我们说 不要抗止看人的外貌 美貌 而看他这么个 有没有见识 有没有智慧在里面 这就是说第31章第10到第12节 这样子告诉我们 他说呢 才德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 衍生过于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切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 无损 所以今天 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今天要得着一个财德 高尚品德的一个妇人太太呢 不容易得着 虽然得着呢 得着的话呢 也就 也就非常有 福气的意思 因为他价值呢 比这个珍珠更加有的 这个有意义 有价值 所以今天 让我们看到有这个好的太太在家里面呢 是丈夫最幸福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行妻的形象 是家庭的中心 为什么呢 因为家庭里不到夫妻我们在一起相爱 建立家庭之外呢 因为妻子呢 不要多 时间跟孩子在一起 所以他有着责任去养育孩子 一般上我们男人做丈夫的都外工作赚钱 你呢在家里面顾顾家务顾孩子 所以他们时间比较多 所以因此呢 他必须有好的一个形象 这样子呢才能够带领的家庭迈向一个 蒙夫的道路 他也是整个事业工作推动着 的工作 他也很看重 不但做家务也帮助丈夫 去完成他的这个好的事业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就业里面呢 好的一个妻子都是呢帮助 男人去做他们的事业 做成他们的工作 所以难怪上帝所配合的就是让我们看到 女人是 帮助丈夫的 所以难道我们说呢 女人就是呢 这个男人的成功的这个原因 所以一个 好的丈夫 她 必须有一个好的太太 才帮助他成为一个 成功的一个男人 阿们 感谢神 正经书第11章第16节说呢 恩德的妇女呢 得什么呢 得忠荣 忠荣 那么强暴的男子呢得资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笔告诉我们 有恩典的 有恩典有道德的妇女呢得到尊贵的荣耀 好像叫做一个强壮的 坚定的男人呢 很容易得到财富一样的自然 所以今天要得到一个是 有恩德 有这个恩典有道德的妇女呢 妻子呢就是一个很中容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就必须了解 一个有生命品德的一个 女人 他必须有帮你一个很重要的结设 妻子的结设 就是陪伴丈夫 帮助丈夫 谢助丈夫 成全我们丈夫的事业 让他家庭应做他这个努力 殷勤呢 使得家庭越来越幸福 这个就是 我们所看见的 一个健康形象的 品德高尚的 女人会带来 幸福给家庭 这是第一 生命品的价值 我们看呢 就看到呢 还有很多经文讲到这个生命品的价值 圣经书第12章第4节说呢 财的妇人是谁呢 是丈夫的冠冕 台修的这个妇人呢 如同朽浪在她丈夫的谷中 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丈夫有一个好太太 是她荣耀的冠冕 不是羞耻 不是羞辱 乃是给她荣耀的意思 圣经书第14章第1节说呢 智慧妇人 建立家世 遗忘妇人亲手 猜亏 这里很强烈的比较一个智慧妇人 一个是遗忘妇人 智慧妇人 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 当时遗忘妇人是猜亏家庭 所以你是哪一个妇人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应该成为 智慧妇人 因为一个家庭的好坏 都在乎家庭主妇 是有智慧呢 还是有一昧 所以一个不敬畏上帝的 常常帮助智慧的 争吵先懒的这个妇人呢 任何家庭都会因他 被拆溃 今天我们祷告上帝 让我们家庭是一个好的妇女 太太的管理家庭 要给家庭 帮助丈夫 这个家庭就因此呢 逼蒙福 彼得前书第3章1到4节讲说呢 做妻子的要顺夫自己的丈夫 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也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因为看见 这些 妻子有 真 真洁的这个品行 和敬畏的心 他们就因此的被感动呢 归向神 只要以心里面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这个心作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才是最宝贵的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妻子 她工作舒服丈夫 丈夫要爱她妻子 这样子呢这个妻子的见证就感动 这个不幸的 不幸的丈夫呢 她一天都会归向耶稣 因为呢 有好的形象 第二件事情关乎这个婚姻的幸福呢 我们看到她上于理财 李家 在耶稣第31章13节到第19节讲说呢 她寻找羊龙和马 刚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床从眼方一梁来 未到黎明 她就起来 她把书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中的工呢 分派避拟 她想得田地 就买来 又所所得之力呢 栽种了葡萄盐 她以能力呢 塑腰 使旁边有力 她接着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呢 终业不灭 她所拿练线干 手把呢 防线车 所以原来 一个呢 真正蒙夫的一个家庭 是因为女人她懂得理家 理财 她不当早上起来预备食物给她的家人吃 而且呢把工资分配给比里去做 然后呢 去懂得投资 买田地 而且呢她懂得栽种葡萄盐 也能够很努力去做工 使家庭 有光 灯 中业 不会灭绝 所以幸福的家庭 幸福的婚姻 是与理财 和 你家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因此呢 一个健康的 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呢 跟理财和你家 是离不开 关系的 好我们看第3件事情 光复这个女人 她是一个什么 有认识的 心肠的人 正义书第31章第20节 到21节说呢 她张手呢 周记空苦人 伸手呢 帮助呢 谁呢 穷人 她不应下血为家里人呢 担心 因为全家都 创作 珠红的衣服 可见 这个女人 这个太太 她成为一个家庭幸福是应该懂得帮助穷人 周记空苦人 帮补一些贫乏的人 也因着 也许 气候问题下水 家人也不会担心 因为呢 常常预备好一些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就会保暖 所以应该是个健康的一个呢 这个家庭生活 这个女人解释非常的重要 同样丈夫也是一样 非常的重要 在家庭里面 我相信一个幸福的夫妻 是 以这个 以私比受更为有福作为一个原则的人 他也要常常帮助别人 私比受更为有福 应该成为我们夫妻之间 要常常去理性的一个 义务 好让我们常成为别人的祝福 因为他里面有仁慈的心肠 我们来看第四呢 一个婚姻的幸福 都跟这个呢 如果去营造一个隆美的家庭 有很大关系 曾经说第31章第22节到20节说呢 他为自己制作呢 修花 担子 他的衣服是细麻衣和紫色布做的 他丈夫在城门口呢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他做细麻布做衣裳 衣裳出卖 又将腰带呢 卖于商家 可见这个 妻子女人呢 不但会料理家务 应勤工作 还懂得制作一些 东西去售卖 好让自己呢 有这个收入 而且呢 此丈夫在城门口非常有地位 跟众长老在一起呢 去审案 或是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就是一个呢 不当懂得 不当懂得去管理家务 而且广哥 管理他家里的生意 所以一个幸福家庭 和这个幸福这个 这个婚姻呢 他必须有智慧 必须有金钱的心 有技巧 和有富足 这个就是 婚姻幸福的一些原则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呢 光复 婚的幸福呢也必须有这真理 在他里面 他应该成为真理的见证人 正经书第31章从第25节到2节说呢 能力和位移是他的衣服 他想到呢 之后的景况呢 就嬉笑 他开口就发智慧 他实际上有认识的法则 他观察家务 并不是嫌犯 可见 一个成功一个蒙夫的家庭 这个女人这个太太 这个妈妈呢 他的表现 能力位于是他的这个外表 能看到他有能力 他有威严 想到他 他日后日子呢 就非常的欢喜快乐 笑脸藏开 而且他一开口就有智慧 而不是愚蠢 是智慧 他实际上有这个 认识法则 做事非常有原则的人 做事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不当管理家务之外 而且呢 他觉得不会懒惰 也不会吃闲饭 可见我们看到一个 彰显出女人在家庭里面的智慧呢 勤劳 就是这个呢 幸福的一个基础 我们盼望每一个家庭都能想法这个 这个女人一样 成为真理的见证人 他因为彰显出呢 他能力和外表 而为了让人感受到这个欢喜快乐 让人感受到呢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女人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一个讨人欢喜的 女人呢 或男人呢 或丈夫或妻子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无法讨 人欢喜 我们就无法得人心 我们看到总结里面呢就是呢 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上帝的圣子 是上帝的旨意 一个幸福的家庭必须由双方 夫妻 一应一以上帝为中心 宗主为大 以圣经为基础的一个婚姻生活 才能达成的 若不 双方愿意的话呢 就很难 今天 不在乎我们能不能够 不在乎呢 你没有这个 能力 不在乎你愿不愿意 愿意的话呢 凡事 都能 在今天让我们愿意呢 敬畏上帝 眼力二世 以和为贵 追求呢 高尚的品德 这样子不当我们父亲蒙福 我们的儿女 他说他们儿女也必一 他们一样会 享福 而且呢会快乐 所以正经书第31章第28 29期后呢 29期后呢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 有福 丈夫也称赞她说 财的你值很多 唯独你 超过 一切 所以可见她得了儿女 得了这个丈夫高 度的感激和诈明 所以印度是虚假的 美容是惜福的 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呢 必得 称赞 Amen 感谢神一个幸福的 家庭生活一个美丽的婚姻生活应该是圣洁的 属灵的 温柔的 端端的 充满智慧的 和有能力的 而这些唯有透过呢 我们敬畏上帝 顺过上帝 及信靠上帝 这对夫妻 这个家庭呢 才能得着 受到上帝的恩宠和祝福 我相信今天这个分享当中 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建立一个呢 幸福的家庭 从我们个人 从我们夫妻一起来建立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能够做到 只要我们懂得 这些原则 这个幸福的家庭 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爱的基础上 在神的话语上 在神的懂得 同在里面 家庭 一定是很蒙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家庭面前 我们感谢你今天 透过这个分享 从正义书看 幸福的婚姻生活 我们看到呢 从正义书第五章 正义书第三十一章里面看到 上帝透过这个 书本里面 告诉我们如何 去做一个 懂得严厉 试探 你或者 这个男人 或丈夫 也懂得从第三十一章了解 妻子的解释 去陪伴 去协助 去呈现丈夫的需要 我们今天透过这个 分享当中 我们能够明白 夫妻之道 是应着我们 以上帝 以你为中心 以圣经为基础 以这个爱 成为一个 我们这个根基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婚姻生活 是美满的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家庭 应着我们这个 愿意的心 我们家庭就迈向 这个蒙夫之道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家庭 看中了就是我们的这个 婚姻的这个基础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婚姻 要被警戒 远离一起诱惑 他们忠于婚姻 尊重婚姻 因为这是你给我们这个 神圣的这个家庭 我们要相信 透过我们这个建立一个 婚姻的关系 避免争吵 争论 常常以和 以和为贵 抗中家庭的这种和好 关系 我们看到家庭就 迈向 幸福 我们要打告上帝 透过这个 分享 婚姻的幸福里面 让我们看到 做姐妹的 做妻子的 他们有这个 健康的 自我形象 高尚的品德 他们有这个 美好的品质 和这个价值 他不但会懂得管理家庭 管理钱产 他们心中有忍识 光心贫穷的人 他们也愿意成为一个 建造荣美家庭的一个 见证人 懂得用真理来传递给家人 跟丈夫 一起建立一个家庭 今天我们刚刚透过这个 真约书第五章讲到男人的结设 男人的本分 从真约书第3章讲到女人的结设 女人的本分 我们看到两者 透过这个分享当中 我们一起建立一个 健康 幸福的 家庭生活 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教会 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交托 让我们立志要 建立一个 幸福 蒙福 美丽 圆满的家庭 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 我们将感恩 祷告祈求乃是奉靠 耶稣基督 得生的名字 Amen 感谢神 谢谢大家 耶稣神祝福你们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